好 还有暑假期间 家长要多留意孩童上网的情况 最近落成警方就逮捕了 238名的儿童色情犯罪者 他们透过网路向孩童设下圈套 达到犯罪的目的 而且这位犯罪者当中 来自不同国家族裔 其中还不乏律师 医师 以及社会高知识的分子 甚至还有和尚参与其中 已经有上百名的孩童受害了 那么警方表示 这些犯罪者在网路上 以同龄孩童的口吻来交流 利用见面之后 拍摄制作色情的影音图片 在网路上发布 已经有上百人受害 警方呼吁暑假期间 为了防止孩童走失 家长可以到当地的警局 建立指纹 识别档案 但是得要实施留意孩童的动向 才是保护他们的最佳防线